我沒有收手 沒有扣押 沒有碰觸裡面任何的物品 我對我所講的話 不完全的責任 並且歡迎提告 柔信要求昌明航降低音量 被誤解成非法取締 還強制關電 李漢晴特地解釋 是店家擔心損失 才決定關下電門 電門關到三分之一的時候 有人喊 會壓到人 所以我的同仁 用雙手 把鐵門點